黃柳 下面三個橫畫 前面的棋底不要太一致 零 零啊其實我最 在那個 主持人老師裡面最討厭的偏旁就是這一個 因為他下來以後再這樣過來 這個是一個偏旁 折進來就好 可是他出現很多次這樣再折起來的 其實這是一個本字 可是沒辦法 他這麼寫你就要這麼寫 我其實有時候在跟他講 跟小朋友講說 那個本字是這樣折上去 那個偏旁就要這樣子寫 結果發現 人家大書法家也是亂寫 就像有點百口莫辯 那個時代這是對的 我們這個時代 可能覺得這樣是錯的 這不代表他就錯 我們現在寫的話 就不鼓勵這樣寫 覺得這樣 有點怪 好 上去這裡 加重 壓下來 我們現在究竟是用我們現在的想法 在解釋古代的字 但是我們沒辦法回到古代 不然我們的解釋應該很多都錯 只是說我們自己在解釋可能是合理 我覺得這背衣應該是纏的 我刻意不嫌那麼誇張 這個弧度很大 感覺也是纏掉 我還是堅決主張 他應該有點飽滿度 出 點點 點高的 逆回去 細一點 撇 點 降低一點 出 停 看起來有點差 不過音語約 還看得出這個動作 這裡不知道他拉多長 背有點 拉開一點 還是主張有點厚度的那 這應該是生 這生 上面他拉得很長 那橫畫呢 感覺就寫短短 寫短短 這樣子就可以襯托這個字是長長 如果你拉長他就 就沒辦法長高了 外形 字都有外形 不是哪一個外形一定漂亮 而是搭配 看起來應該是圓 看不出來怎麼寫 看不出來怎麼寫的時候 就是 創作的時候 創作的好時機 這寫得好利 太利了 圓仔 我覺得這裡還是抬得很高 故意的 在下 弧度還是很漂亮 這個點就小一點 因為你牽在裡面 你沒有空間讓它展現 上面這一點可以大 因為上面沒東西 字的結構就這樣 想互相配合 想辦法讓字 看起來中工收緊 那四邊呢 有點舒朗伸展之勢 那我可以的讓前面起筆 後面收筆不一樣 這個我就可以的讓它 有點形塑的動作 這個窄下面 不知道寫多長 感覺被迫 儲雀糧 字不長 所以不用拉得特別長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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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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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